地球的吳世良教授 和研究天文的陳志宏博士 想問兩位 如果我們真的有這個末日的話 其實從科學角度可以怎樣理解呢 如果說是一個末日的話 一定是一個很大能量的一個單日的事件 可能通過火山 或者是地球以外的一些天外現象 例如梁文石狀來的 我有個說法 黃石火山一旦爆發非同小可 又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呢 我也聽過人說美國黃石公園的火山 如果一爆發 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不能住人的 你算得對 黃石公園的爆發 如果我們追溯上一次 是距離現在七萬年前的 現在黃石公園的超級火山 現在的岩漿庫距離底下還有九公里左右 有甚麼能夠去啟動火山 會令它爆發呢 其實它現在正在上升 每一年以大概七厘米的速度上升 去到大概五公里才會進入危險期 即較早的時候 譬如陶破火山爆發 直接令到飛機飛不到 雲層積墜了很厚 令到整個地球的室溫都改變了 是否真的很嚴重呢 當然很嚴重 上一次的火山爆發係數是六 我們說超級火山 火山爆發係數要八 逢天一級升一級是增加十倍 即是說 如果黃石公園的超級火山爆發 它造成不了全球毀滅 它只是改變了氣候 令到地球的環境 不再適合人居住 教授,剛才你說的火山 如果突然有突發的東西 或者有甚麼可以形成它 急速它會上升 即加快的爆發 其實地球本身一直都是… 下面的岩漿都在流動 流動的速度其實不會有很大的轉變 可能它會快一點 例如香港那樣 平均夏天都是33度的假設 你不可能期望下一年 溫度會變成40多度 你可能是34度、35度、36度 對,但現在溫度是越來越高 要問陳道士 如果你從天文的角度 好,即是假定真的有沒有溫度 中間有甚麼元素 會不會出現 其實如果說到天文的能量尺度 就是大部分都是挺有破壞性 挺強大 即是你說如果是隕石 你看到流星其實都是隕石 那些就每天都發生著 但是你說那些很大尺度 破壞力很大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挺有破壞性 挺強大 或者是有一些我們過往 觀測不到的隕石 原來很近的 忽然間可以觀測到的 於是它可以在年多之內來到我們 另外亦有人提到 特諾爾小行星 其實這個又可以產生甚麼作用 它是很近地球的 其實天文學家發現的時候 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它是很近 而且它是跟著地球一樣 是同步地繞著太陽轉的 即是它的一年和我們一年是一樣的 如果一個走快一點一個走慢一點 豈不是很容易 對 大家會立即問 就是如果會不會有些情況 讓它走快一走慢了 首先其實它一直都存在 就是陪著我們地球和月亮一起去 幾乎同一時間去形成 但是它其實軌道算是很穩定的 我們一直發現不到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本身就不發光了 它就很容易被太陽的光芒遮蓋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今天的科技 比較靈敏、比較小心才找得到 才發現到它原來一直都存在 是的 要問大家一個概念 叫做報應女神、黑暗行星 其實這些又有甚麼影響 這又是另一個傳說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我們觀察不到的東西 原來一直存在在我們這個太陽系統周圍 它原來一直都給我們一個引力的影響 於是可能會突如其來 它會帶來很多瑞星和隕世 很多東西掉下來地球 於是有我們所說的可能出現末世的… 會不會有鮮少等等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沒辦法用現有的科學數據 去偵測到在未來一年半載會有 但是如果有,又真的可以很大件事 近一點,我們找到它的機會比較大 反而最怕是一些軟的東西 軟的而又很暗的 我們的儀器是找不到的 那就問了唐妹,你相信還是不相信 如果是尋石方面,我相信 但如果你說到氣象的問題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是人做的事積落的 我們先說到這裏 我們下次回來繼續從科學角度 探討末日危機 除了天災,我們也知道 其實也有很多人為的 計時炸彈在威脅我們 好像是福島核電廠一樣 我想問問孟教授 我們地球上有甚麼天災 可能會再次導致核電廠再爆發 其實在很多核電廠建設的位置上 很有可能受到天災的威脅 海嘯 向海嘯 甚至乎我們很近的大瓦關核電廠 其實都是在地震帶裡面的 正常來說,其實它有應變措施 不過意外永遠在所有應變措施 都出現問題的時候才出現 好,現在要問陳博士 其實我們在人類研究當中 有沒有量子力學的研究 其實也帶有極度的危險性 人們懷疑世界上一個很大規模的實驗 就是一個叫做Large Heteron Collider 一個在瑞士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它是想做一個很激烈的重子對撞的過程 它的目的是做甚麼呢 它希望透過一個很激烈的對撞 去製造一個很高的能量密度 是可以跟宇宙在誕生的時候 可以比擬的那種能量 就是想去看一些在很高能量的時候 我們的物理定律會是怎樣的 但有危險的,有危險性的 如果我們有甚麼計錯數 一爆起來就… 全都很厲害 牧師,你可以盤選一下 我們稱之為最壞的結果 可以變成怎樣的 這個實驗的潛在危險是甚麼呢 就是即使科學家會告訴你 探求一個很高能量的未知世界 而這個未知 是以往我們的理論是不知的 會否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東西呢 例如有人說會否出了一個黑洞出來 你把這麼大的能量灌注在這麼小的空間裡 會否出現一些會把周圍的東西都吸走的東西呢 這些就是人為了 就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看來我們的擔心聲溫 也是時候了 請我們其他嘉賓一次過統一 再總結我們的體格 是的 相信大家都可以體會到 如果我們說2012是有會日空少 可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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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